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爆料者描述他们是为了要跟1034也就是1V匹配所以才报名英雄战阁 确实他们这样子报名可以遇到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毕竟有限制王国嘛 再加上他们的王国战力如果是旗鼓相当的话会比较容易匹配到 那我本人也是搞了一个账号在156 所以如果他们是真的匹配到或者是有什么好看的画面 我应该会开直播 为什么是应该呢 因为刚好我这一次也是报名了KVK 只不过我报名的是八方主路啦 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时间可以去拍他们的KVK 并且556的内部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没有看到百亿联盟全部都是九十亿八十亿七十亿 我推荐虽然有很多860的玩家进来的 但是也是有一些玩家移民出去 稍微一个先锋大国这边没有一个百亿联盟是真的有点奇怪啦 所以我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们想要看156的战场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哦 因为他们报名英雄战阁其实是有迷雾的 不是全部玩家都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情况就是约战了 英雄战阁威力加强版改进之后是真的消耗比以前还要来的更大 在之前我直播威力加强版的内容的时候 我有提到有观众告诉我说 他们在关市就已经完成了3000万击杀 击杀数也是比以往的KVK还要来的更多 虽然地图结构是一样的 就是打了关市之后要等到关去等关吧 没有像八方主路这么辛苦啦 所以我推测有很大可能他们这一次的KVK也是修养场 应该也是怕重蹈覆车1846的情况啦 那这个新改版的先锋体验版呢又有什么差别呢 在之前的介绍影片我有大致讲过啦 第一个部分就是你选择了不同的战斗方式 你就只能选择一个而已 不能出去之后再更换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之前翻译有一点搞不清楚的东西啦 只要你集结的目标不管是要塞旗帜还是其他的圣地之类的 集结都会变成冲锋集结 集结发起者将选择与集结目标相邻的联盟棋子或领土建筑 在该集结处创建冲锋集结营地 冲锋集结部队自营地出发 将自动攻击新军路径上阻挡敌方部队 非冲锋集结不会主动攻击新军路径上阻挡自己的部队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开城寨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的集结呢 就不会挡着 集结城市的话我不确定会不会有耶 他在前面的描述没有写到所以这个我们要等正式打之后才可以确认 至于官方那边的答复呢 他这里是写目前英雄战格威力加强版本 已经研发完毕 是吗 但新加入了远程阻挡和作战风格等玩法 可能存在着些许不足 采用这种方式跟执政官们见面 意思就是说研发是研发完成了的 问题是他们想要找一个白老鼠 并且先锋体验版呢也比较容易出bug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 应该也是有不少的玩家投诉说里面有很多bug啦 至于能体验什么新的玩法 在刚刚的规则已经讲过了 所以这边就不再讲 那最后这个就是做白老鼠的奖励啦 官方还是一如往常的小气呢 不过这一次的KVK是新改版更新之后的KVK 围欧会比较强 那你们都知道156跟860他们合并呢 有不少的大佬都在里面 全部都是有课金的 危机少年应该也不少 就看他们之后有什么发展吧 没错我这个影片是拖了几天才发布的 在发布之前我要确认一下到底他们有没有报名 因为有时候会最后一秒最后一刻才取笑报名的 那还真的是有人在撒谎 原本1254呢也是说会报名这一次的KVK 可是到最后他们是选择不报名这一次的KVK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没有机会遇到156又跟1254搭起来了 那你们看到这个截图上面的头像是不是很眼熟呢 没错就是之前讲过会跟1556那边合作的人 那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有很大可能他讲东西是假的啊 也就是说1556跟254的恩怨呢还没有解开的 除了1254之外我还有去检查其他的王国103413652244 还有1846我全部都去检查了 只有1034是有报名的 那这一次他们的报名呢 官方是给他们选择英雄战阁威力加强版或者是八方主录 那一般来说先锋王国都会选择八方主录约战的 很难得看到他们会选择英雄战阁 尤其是测试版 我在昨天的时候就收到了这张图片 他们就推测有很大可能 几乎是99%啦 说这个地图是真的 那假设这个地图是真的话 我觉得556也就是活着你呢 会跟860土阵营合作 毕竟556大部分玩家都是从860那边移民过去的吧 除非是说他们是真的很讨厌860 这样就有可能跟下面水阵营合作 他们合作对象呢 几乎都是土或者是水而已 一般官方他们排的位置呢 都是有定律的 就是说他们会在对角落都是比较强的王国 都是敌对的 那556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前两天我截图到联盟战力的时候 只有那几个百亿联盟而已 但今天我去截图的时候又变了这么多 那现在556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有6个百亿联盟 跟846有的比了 毕竟他们是两个王国合并在一起 但会不会变成跟846一样的情况呢 就是人多但是打仗还是输了 毕竟王国人口多也是有缺点的 假设以战力来看的话 556算是整个地图上最强的王国了 假设1034真的是在这个地图上 我觉得他不太大可能会选择860了 因为上一季选择860最后输了 再加上很多860的玩家全部都跑去556了 所以跟他们结盟的话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再加上2302呢是一个蛮新的王国 统帅方面应该是跟不上的 就是说比较大可能556跟1034 他们会选择水阵01482234 又或者是全部都不选 哇假设是free for all的话 就真的蛮好玩的 但由于这一次的玩法会完全不一样嘛 毕竟是威力加强版 而且是有多了新的东西出来 就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平时打仗的操作 威力加强版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加速 还有人数的话我觉得556胜算会比较大一点 那你们推测呢 假设这个地图是真的话会有怎样的结果 假设这两个王国真的是匹配在一起的话 就有看点了 但英雄战阁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真的要决胜父子呢 在皇庭才看到而已 除非关系守不住才会提早结束kvk 那以他们两个都是老牌的先附王国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太大可能守不住关系啦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空想而已啦 官方那边还没有正式出地图呢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匹配在一起 那原本那个威力加强版呢 最多是60个王国报名 但是我最后看到匹配的时候 是69个王国报名了 这么多人想要做百老鼠吗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啊 你们有什么想法 给大家评论去给我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